香港港安医院 司徒拔道直跟香港半世纪 一直本着延续基督的医治大能之使命 为本地市民以至居港外籍人士 提供却越而贴心的医疗体验 本院设备先进 医疗团队专业亲切 我们的心脏科 骨科 外科 肿瘤科 等服务深受市民信赖 并履获国际认证 确保医疗服务及病人安全 均达至国际水平 一年十一集将为大家介绍 各个专科的常见病症 加深大众对不同疾病的认识 多多黄 我想问一下 多少岁的男士 才要做一个定期的检查 男士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建议他50岁开始 应该定期做身体检查 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针对前列线 我们要做一些检查 以及他会有什么病 我们要留意的呢 其实男士达到50岁 最担心就是三高 另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就是前列线的问题 前列线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初期未必有症状 除非去到很严重的话 才会有一些下尿路症状 简单的检查可以包括一些抽血测试 包括验前列线癌症指数 或者做一个超声波 去看前列线的大小或者形态是怎样 我们首先要看看前列线 究竟他是普通前列线的肥大 还是有癌症的风险 如果他有癌症的风险 例如如果真的抽血了 发现前列线指数升高 数值是高于4 可能我们就需要做一些更加深入的检查 如果真的证实了是幻想前列线的肥大 或者是癌症 在治疗上我们有什么选择 治疗方面我们首先要看看 究竟癌症是属于第几期 如果初期即第一期或第二期 癌症仍然停留在前列线 一般来说都可以用手术 就可以处理得到 如果是手术方面 现在的做法是用哪一类型的手术 大概要康复的时间多久 手术传统我们就需要开刀 但其实现在都一般可以用一些微創的方法 最新式的方法就是用一些机械臂辅助的方法 我们就会在肚皮那里开几个小孔 就由机械臂拿着那些仪器 但由医生去操控机械臂 去做一个叫前列线全撤除的手术 机械臂的好处就是当然第一 微創就是伤口少 痛楚少 发炎和流血都会少一些 和复原的情况都会快些 第二样就是手术的精确度 我们都可以提升到 为何这个精确度那么重要呢 因为原来发现前列线附近 我们都有一些很重要的组织 包括神经线和一些 我们的饮料水磁 我们希望保存到 所以我们用这个机械臂的方法 就可以很清确地清除了前列线的肿瘤 而可以保存到它的性功能和饮料的功能 好 非常多谢你 谢谢 香港港安秘尿外科专科服务团队 包括经验丰富的专科医生 以及亲切友善的护理人员 透过西茶化验诊断以至各种治疗 例如达文西机械臂撤除前列线癌 水晶气疗法治疗良性前列线肥带 体外冲击波治疗尿路结石等 帮助有需要人士及早发现和防治被疗科疾病